一般呢 如果说到嘉义的美食呢 外地人要来嘉义这边呢 吃美食很多人会直接想到的 绝对都是我们的嘉义鸡肉本 但是呢 今天明天要带大家来品尝一下 在我们嘉义传统的这些美食里面呢 还有很多的美食可以推荐给大家 请大家跟着我走 我们来介绍今天的加油大人物 跟我走 很多人呢 吃早餐 可能都吃烧饼油条或者是豆浆馒头 不过呢 每个人吃早餐很特别 我们吃的是外粿 所以呢 今天特别邀请到 我们的加油大人物的人物 就是来外粿老板 沈志佑 沈老板 沈老板 你好 你好 今天很开心可以来讲花柜 因为念花柜很好吃 对不对 对 而且你们已经是50年的老店 是 当初可不可以谈一谈说当初是 爸爸传承到你这边第二代吗 我们的是第二代爸爸传承下来的 那时候爸爸创业的时候是在民国60年 然后阿公也帮忙一起卖碗柜 对 那个时候是用李亚卡推车 推到市区木材的极散地 林森路那边去卖碗柜 那时候出去做生意的摊车上是没有瓦斯炉的 它是用那个煤炭球这样去加热 那什么时候我们在这边有这一家店呢 爸爸在民国60年创立之后 那么在我高中毕业就是在民国80年的时候 我曾经也想说出去打拼看看 因为家里面兄弟姐妹都在家里面帮忙卖碗柜 那我毕业的时候 高中毕业的时候出去卖碗柜 第一次不是没有成功啦 因为缺少的创业经验 那第二次是在我结婚之后 也就是民国92年的时候 还就是到那个盆水圆环 去开了阿兰碗柜的分店 那一家店正式成功 到现在已经16年的历史了 沈老板现在市区真的很有力 我在想说 我有没有这个机会 可以跟你学习这些传统的美食碗柜 是啊 可以讲 我来开分店了 好啊 好啊 我们的碗柜 斯洛根就是吃碗柜大富大柜 吃碗柜就大富大柜 所以这个民店一定要好好来学学 如何来制作碗柜 搞不好我要成为你第12家的分店 不要小看这一碗碗柜 民国60年到现在 温饱了多少人的肚子 分店一家一家开到了11家店 每天供应 希望让吃到碗柜的人 都能够大富大贵 好 现在我们要开始来做碗柜 那做碗柜的第一个步骤呢 是不是就是米 生间米这样 对 是 现在这是什么米 我们要用材料米 台湾的材料米 台湾的材料米 我们要用一档以上的古米 有什么要用材料米和材料米 它蒸起才会Q 材料米就是以前做萝卜糕 做碗柜所用的材料米 如果跟碗柜都是用材料米 材料米做起来的碗柜才会Q 才会好吃 所以我们接下来的步骤 我们选好了这个是一年半的材料米 材料米的古米 之后我们就要先来洗米 先来洗米 碗柜Q弹的关键 居然是放一年以上的台湾材料米 认识完煮原料后 教您怎么洗米 我们现在要开始来洗米 那米米怎么洗得清 南米 水倒了之后 手炒到这个汤底 汤底 稍微把它泡起来 搓 要温柔地对待它 对对对对 洗米的时候那个米有点光滑 滑溜滑溜 我们手洗起来会白白泡泡有名 这就是这样蒙拉减千口 这样一减二股 对对对对 所以洗米的好处 是 我们洗米的动作就是要把米的肤子 把它洗掉 把它洗掉 然后就不会有那个 我们现在做出来的白白的这个 对对对 那就是米粉 米粉 所以我们就要把它倒出来 倒出来 把它过滤一下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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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我们按这个步骤要几次 我们要三次的循环 三次的循环 米才洗得清晴 对对对对 如果看你旁边这些米 它还在泡水 对对 我们磨米之前一定要让这个米泡八个小时 让它软化 保水性软化 然后稍微小小的水流水 因为它还是会跑出一些膚子 把它留掉 所以这个水要这样流 要点净多吗 对 是 小米五干乎 温柔搓洗三次 泡水软化八小时 持续注水 让米粉随水流走 之后才能磨成米浆 接下来部种是什么 我们准备要把米磨成米浆 首先我们必须先把水打开 水打开 对 让它露出来 因为磨米的过程 石磨在转动它必须靠水 去把它磨 这样它才磨得动 水流出来之后 那我们准备把电源打开 把电源打开 然后把开始转了之后 我们慢慢把米 这个叉销拔出来 对 拔出来 米就流下去了 对 米就流下去了 就开始磨米浆了 明天现在手中的这趟 是那个生米浆 就是我们刚刚刚变得滑好的生米浆 我们沈老板你这趟是 熟米浆 我这趟熟米浆 我们刚刚变滑的生米浆 就是我们所说的切米浆 切米浆 熟米浆 我们有一定的比例 因为米它有的时候比较糊米 冬天跟夏天 那个水量稍微有点差 所以我们现在过程就开始 可以做米 对 就可以来做碗粿了 原来刚磨好的米浆 还不能用来做碗粿 需要加入热水浮化 熟成变成果浆 才能使用 接下来带大家认识碗粿配料 我们过程做好料呢 我们现在就正式要来做碗粿 那这个沈老板 我们碗粿要怎么做 一定有它的比例对不对 对 我们的材料有什么 我们有香菇 过程碗 对 过程碗 炒过香菇 炒过香菇 炒过的肉丝 还有我们爆香的红葱酥 红葱酥 还有我们炒过肉的醬油漏 酱油滷汁 是 步骤呢 步骤 我们首先 碗把它拌好之后 我们先把香菇放下去 一个碗都二至三块的香菇 二至三块的香菇 对对对对 二至三块的香菇 把它放下去 还有我们放肉丝 哦 对 肉这是过醬油炒过 对 所以它的肉 较有香气 那这个肉有没有说是猪 我们猪后腿肉 猪后腿肉 对对 猪后腿肉它比较有咬劲 咬劲 它也比较耐烹调 不要 它不会 烹调过得暖暖的 对对对 我们吃 放在碗粿在吃的时候 有口感 油葱酥 对对 油葱酥 我们这个油葱酥很香 这也有人改菜 对对 还有我们的酱油滷汁 辣豆油 我们这个酱油滷汁就是炒过猪肉的 大概半汤匙 对对 我们嘉义的碗粿没有那么黑 是因为酱油滷汁没有放那么多 那台南他们的肉汁放得多 这个师傅领进门 那修行餐课了 现在我徒弟要来示范 二至三片的那个 香菇 香菇 对 其实有点就是 我们还是自己 自己吃 我会多放几片 对 应该 但是生意上 我们就是基本上 我们已经一个调配的比例 对对对 二到三片 最好的搭配比例 最好的搭配比例 是 是 搅拌 对 它糊化之后 还是会沉淀一些 我们也去把它搅拌一下 然后就 用来这个水瓢 用来水瓢 用三瓢 三瓢 对 好 我们现在准备来倒过一碗 好 因为我们用这个水瓢会比较好操作 比较低 低的都是 要加到八分满 九分满 九分满 我们现在已经打这个碗粿做好了 那早期应该是都是 从我妈以前用那个 大灶 大灶 对 锅底 听烧水 对 下方是浪茶 浪茶 对 听烧水 要用那个竹边的蒸笼 竹边的蒸笼 头发一瓶一瓶 这样 碗粿把它放进去 最后就是又改锅炉 锅炉 它直接出来的温度 就是100度以上的高温 可以马上 这有什么好处吗 它可以让碗粿马上成型 不会就是沉淀的现象 而且它受热均匀 碗粿吹起来 受热会比较均匀 比较漂亮 对 吹起来碗粿它水 对 它的器具就是用像我们 待会会端进去的蒸箱 是四方形的蒸箱 是 所以我们现在就是要把这个 碗粿 端到蒸箱里面 蒸箱 来蒸碗粿喔 好 来 一碗碗粿从洗米 抹米变果浆 到加入香菇 肉丝 红葱酥等配料 最后蒸熟就可以上桌囉 大家看完节目 也可以自己动手做做看 我们刚刚辛苦制作的碗粿 哇 现在已经做好了 是 在我们桌上准备的味道 这个碗粿 你看它那个 彎彎的那个感觉 Q刀 Q刀有够 是 这就是因为我们选用的是 古米 古米 对 台湾生产的宅来米 对 这种 哇 然后上面 我们还会有浇 浇这个是 那种独特的酱汁吗 对 它的豆腐就是用 插粿肉的豆腐 加酱油 再加高汤 所以比较混合 就是等于说我们吃起来 酱汁场 我们的碗粿比较融合 比较搭配 对不对 它比较稀咸 它比较稀咸 来来来 我们现在马上就来品尝一下 短短的这个 碗粿吃起来的感觉是怎么样 它真的是那种 不会太软 然后那个QQQ的 然后再搭配我们这个酱 这个酱也不会太咸 所以那个很爽口 对对对 所以一整天如果早上就吃 那个碗粿 也是有满满的活力 对 满满的活力 对不对 一碗小小的花柜 填爆了多少人的肚皮 一碗小小的花柜 也是花费了许多功夫之成 这是地方人的家乡会 下段也继续为您介绍 家义在地位 接下来的我们加油大人物 明天介绍到 哇 这个是明天的好朋友 也是我们砂锅鱼头的 林秋名砂锅鱼头的第三代 对 是 林嘉惠 嘉惠好 你好 大家好 主持人好 为什么叫砂锅鱼头 那其实砂锅鱼头 砂锅鱼头主要是我们阿公开始买 我们阿公很爱钓鱼 那有一次钓太多鱼了 没办法吃完 就把鱼头炸一炸 炸完以后就把这个家常菜 其实我们以前在家里 没有煮到大家 那是为了他 生理啦 生理的客人 越煮越大 是 那在地道的家里 煮也是因为一家早 也有几十的人 所以他们煮也是一次都煮 大概十人份二十人份 这个砂锅料理 以前不是只有放鱼 你其实放各种食材都可以 应该就是 刚好在我阿公的 秋楼菜当中 这个鱼头放进去 把他变砂锅鱼头 给他出名下来 好 滚了 滚了 其实滚了 接下来我们要怎么 没有让他做 接下来的步骤是 关火 关火 对 好 所以现在就准备要放菜吗 对 要放白菜 白菜 对 好 好 那我们就是靠近它 是 靠近它 然后像抓啤酒一样 小啤酒一颗一颗的抓进去 很好 那这些都要放进去吗 对 这些都要放进去 哇 它比较慢慢的一锅 好 那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 差不多 我们药的量够了 我们现在要放进去 这个我们的豆皮 豆皮 对 像我们的豆皮 是飞机改豆皮 也是飞机改 飞机改豆皮 也都是比较养生健康的 好 那我们的 豆皮也是这样满满的 是 倒进去 对对对 这个就要靠功夫 对因为你倒太快 它会整个会 对 所以就是 慢慢倒 是 好 不能让它跳出来 就像 真的耶 像一座小小的阿里山 哇 小山麦 所以这也是功夫 那是等它滚了之后 再把它混合在一起吗 其实我们现在这样 就是 就让它 闷 让它闷一下 对 那等一下 那我们就可以摇进去 我们的小锅子 可以帮客人上菜了 大顶熬煮百人份 各类特选食材 二度确认后 再放入大量白菜与豆腐 最后上桌前加入沙茶与鱼肉 一锅煮出百人份的甘甜味 沙锅鱼头就完成咯 哇 教育 这个沙锅鱼头满满的 很丰盛耶 是 这个最适合我们 一家老少嫌疑的 一家老少 所以今天是我们 两人小两口 小两口的话 可能 就要 我们要吃久一点点 要吃久一点点 而且我们这边都可以 随时让你加汤的 对 我们的传统 你的加汤没有关系 加汤免费就对 如果你要加汤免费 再加汤免费就对 真的哦 这样我来 每次都会加汤免费就对 加汤免费就好了 我说过其实这个沙锅鱼头 我很喜欢吃它的豆腐 是 我先来品尝 好 豆腐有没有入味 好 你吃得到那个 我们整个沙锅汤汁的 那个味道之外 豆腐的那个味道 好好吃哦 它是豆皮的本身的豆味 再加一点点这个微辣微辣 对 像香甜 它就有点沙茶酱的味道 下去做 所以这个配饭就很迷人 我想 而且我们有鱼又有肉 对 像我们这个猪肉片 一般来的民众他会怎么点啊 就是说 这个应该就是一个主食 对 其实都是这样 四五个人 我们就点一锅这个 一锅煮菜 然后会我们现场有 会给肉饭 滷肉饭 那像我们今年也有参加这个滷肉饭节 像我们的滷肉饭也是都 滷肉都是用手切的 然后搭配我们的这个爆葱 像我们火鸡肉饭其实都卖得很好 所以客人如果来这里 如果你吃了主食以后 配个饭 还有一些在地的特色小菜 是 都是凉拌的 凉拌的汆烫的小菜 所以 可以比较综合你整个餐桌上的这个口感 那吃完以后可以再品尝一下 我们的东菜虾仁蛋汤 对 重点就是我们的虾仁 对不对 我们这一样 泡过这个汤以后 其实这个做法也比较少人有 是 通常我们是煮鱼汤 我们有可能有这个 是说银鸡 我们是结合的就是 把这个鱼 我们不是煮在里面 我们是另外炸好以后 客人要这时候我们再泡进去 但你也不然说泡非常的久 会软软 会太软 它这个口感有沾一点沙茶味 有点入味的口味 再加这鱼 炸过以后它水分锁在里面 所以吃起来不会说是那种很柴 很干 然后配个饭 其实这个 还有一点倒油就会更好吃 哦 我们有一点倒油 对 很好吃 其实通常可能都会单吃 单吃 很多人可能不晓得 其实呢 原本林聪明沙锅鱼桶 不是他不会沙锅鱼桶 你们早期的鱼桶菜是什么 冬菜虾仁蛋汤 冬菜蝎鱼桶 这个冬菜就是高丽菜下去腌制的 都是这种菜 这个吃起来就是減減的 減酸的減酸的 它是高丽菜下去腌制 所以有点那个行为 对 那你们为什么早期会做这个 这一道 为什么会有这个冬菜虾仁蛋汤 主要是我们阿公 他的创意料理 创意料理 因为以前早期在冬菜做学徒 是 那也是減塞做餐饮了 有一个人他就去西市场 我们的西市场 西市场 他就有一个老闆 他洗脑 洗脑 他在买两个 他的买两个人 但两个人就是 那两个人好像没那么漂亮 对 他没那么漂亮 他就告诉老闆说 不然我做技术 我做一个功夫菜 你出两个 他就在两个做合作 他就在两行头前 派一个冬菜下来两床的答案 那我们用的这是 我们用的这是阿仁 阿仁 那为什么会选鸭蛋 不是一般的 大家想做鸡蛋 因为鸭蛋 第一它打起来 比较大 比较耐足 比较耐足 那这种鸭蛋呢 它是 我们是采用红人鸭蛋 它打下去的红铃 它偏红 偏红色 有一种是黄的 是 黄人的 那为了营养美观 我们就是选择鸭蛋 鸭蛋比较可以在汤里面做封条 它比较耐滚 对不对 我们先打在碗里面 对 确认一下蛋有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我们就把它放下去 这样子 所以这个是鸭蛋 对 鸭蛋比较硬 鸭蛋比较硬 好 然后就是把它 放进去 还好位置放进去 当菜黑人冷汤 意料外的起家菜 一道汤品简单营养 更是当地居民怀念的老味道 吃的不只是味道 也是回忆 如果你是早期的 我们的在地的家人 你会发现说 这个地方跟之前的是不一样 好像自从你接手之后 你就用了很多的创新的理念 在这里面对不对 其实我们一路到现在了 一直都是有点变化 小变化 那这些小变化当中 也不失一个小赤摊的原味 那我们从爸爸那个年代 其实他做生意的时候 他就讲求要卫生 然后干净明亮 所以在那个时候 我们就经常的把这个环境 把小吃摊的这个 把它改善成为一个客人愿意 一直常来的环境 让人家带小孩子也敢来 然后带朋友也敢介绍过来 那一直到我大学毕业后的那一年 因为刚好中正路造街活动 中正路有这个马路翻修 那整条马路有做一些重新设计 那我们那时候差不多有 中间差不多半年我做生意 那那个时候就想说 不然店面来改造一下 因为我们店面原本原始是 那个刘传来镇山眼科 刘传来院长所经营的镇山眼科医院 那他也是我们的贵人 他真的是在其楼下供应我们的场所 可以无常的来做使用 所以我大学毕业后就想说 这间房子既然是古早房 日治时期留到现在 那我们要怎么改变 我们爸爸跟我的生活的时候 爸爸他很感兴趣 是 爸爸他就把他的块木收藏拿出来 那打造成为我们店的桌子椅子 然后店的这个形象意象呢 我就选择说用一个 因为我大学是读观光事业学系 那我也是希望说那我们从一个观光永续发展的角度上 我们应该要做什么样的转变 我们应该是要朝文化观光的这一块 文化观光 对下去做一个基底的耕耘 那我就希望说融入我们的文化 结合观光跟我们的美食 那所以在整个店内的这个改造呢 我们就是朝向着用嘉义的特色 阿里山就是林业的故事 就是我们嘉义的特色的这个木头文化 然后结合我们在地六十年的这个传统美食意象 那我们整个用餐的空间 到客人外带内用的这个来客树 其实都有明显的提升 我一定要好好介绍一下你的制服 有什么知道吗 因为那一般我们去那个一般所谓的小吃店 或是那个餐厅 人家要搬菜人家划一句 笑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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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就把这个印象直接坐在你们的后面 对 我们就直接把它做到后面 呈现我们的企业的这个文化 笑笑 代表跟我们的热情又欢迎各位的历领 哇 热情然后又欢迎各位的历领 而且呢你们的这个帽子也非常的可爱 这是你们也是独特设计的帽子吗 我们是请那个插画师呢 帮我们做潘朵拉插画师做一个 整个店的图像的这个呈现 像说有我们老房子啊 对 然后有我跟我爸爸两个 站在那边煮沙龟鱼桶 这个是你 对 你爸爸跟你然后两个煮沙龟鱼桶 是 煮沙龟鱼桶这样子 哇 所以这个一看就知道 这是你们整体的这个制服 跟你们企业的形象这样子 逐步改变搭配造街改装 将日式老屋搭配嘉义快幕元素 打造成游客路过 但不错过的必经之店 修饿与可爱的插涂帽子 展示热情欢迎 也带大家认识小店故事 好 这就是我们今天介绍的 加油大人物呢 早上让我们来讲话会 会保重头和烟暗 其实我们就可以来 开始吃我们嘉义传统的美食 沙龟鱼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